大家好 我是黄兆英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专访系列报道 今天是3月8日 国际妇女节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跟所有的妇女 道声妇女节快乐 那我们今天继续 想来关注很多议题 本来中国两会正在开会 一照以往 我们应该会来讨论很多两会的议题 不过乌克兰战事 让我们整个节目 现在重心都放在乌克兰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会把很多的时间放在乌克兰 战事到底俄乌谈判 结果怎么样 俄罗斯乌克兰 能不能够接受目前的谈判进度 那美国立场又是怎么样 还有就是说中国背后 到底能够担任什么样调定角色 我们也可以来听听看 教授的看法 专家的看法 我们今天请到了大家的好朋友 欧崇敬博士 他是目前在台湾花联的 国立东华大学任教 欧博士你好 你好 黄总编你好 谢谢你在百合中 跟我继续空中对话 我们刚才提到了 现在本来是两会期间 人大政协现在正在北京召开会议 那整个的焦点 被乌克兰战事所掩盖了 以往总是两会 毕竟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 一个这个所谓的 大家都自私化的一个两会 不过大家总是还是关切一下 两会讨论什么议题 不过我看国务院中 李克强也在报告了 整个经济成长力 外面很关心 定为5.5 那这5.5 那比过去几年都低很多 那以前 两位数 到后来饱八 饱六 现在连六都没有了 说不定啊 去年2021年 这个最后一季啊 当中只有 中国国务院公布的消息 只有百分之四啊 所以整个经济情势在中国大陆 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啊 你可不可以观察 也就你的观察 因为你长期观察中国大陆 政局的发展 这一次的两会 在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之下 习近平准备年底 二十大 要下来 要准备要上台之前 你觉得会有怎么样的问题 我认为过去啊 所有的权力交接 几乎没有一次是 和平交接的 当然这一次由于有乌克兰事件 很可能就取代了 过去每一次交接的 血腥异味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1949年以来 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的 换届也好 或者是接班也好 没有一次是平和交接的 那原本呢 大家预想在这 2022年两会的期间 会有大事发生 而且大家最集中认为 有大事发生的 恐怕就会集中自在 习近平跟曾庆红他们的手上 但在这次呢 由于乌克兰以及普京的事件 使得这整个 所谓另类的血光之灾啊 有所转移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南华早报 大家都知道南华早报主要 这是控制在曾庆红家族的手中 而南华早报几乎是用爆料的方式 把习近平和普丁之间的 许多暗箱里面的作业 给大幅的用英文做的报道 这可以说是另类的不稳定的爆炸 而且是在两会的期间 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哈 这个中国许多的这个基金产党的数字呢 常常是有天资加业啦 那虽然李克强说是5.5呢 有另外几派的说法呢 是恐怕连二都保不住 那么有几个可以观察的部分就是 他们已经明白了 把粮食短缺这个问题 用各种方式 明白挑明的 甚至数据化的 说出来连多少亩地 或者是要保多少金的产物 都说的明明白白 接着也把本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产小麦 然后现在呢 因为战事而减产多少 会造成中国多少粮食的短缺 都做了一定的预警 老实讲 这种情况在过去是非常少见的 至少在1978年以后 几乎是没有见过会 明白了承认粮食会严重的 而且急剧的要作为注意力 那我们就看到这次的两会呢 粮食议题 很巧合的 正好变成是大家 众目回馈 而且特别要注意的这种另类焦点 这个是我们原来所没想到的 因为我们本人都认为 恐怕又会有另类的铁帽子青皇要被拿下 最出名的谣言或者是传闻都说有一位铁帽子青皇要被拿下 而且其实直指的就是指曾庆红或者是曾庆红家族里面的重要成员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所以从这里也可以做另外一个观察 就是如果比较起来 在刀光建议里面 普京的刀光建议跟习近平的刀光建议对比之下 似乎习近平相对来说还温和了许多 这和原先许多的预言或许多的评论家 本来都已经信誓旦旦的说 他们就要有大斗法出现了 也就是犯江泽民派系跟犯习近平派系会大斗法 但是没有在这两会的时候发生 而且大家认为说一定一定要有一个正国级的人物 因此重见落马 可是我们也没有看到 反而是粮食问题出现了 那这个粮食问题到底多严重呢 恐怕会少到两亿吨之多 可是是真的会造成 真的会造成有局部的地方 真的完全缺粮或者饥荒吗 我们如果从数字看跟各方面的交互比 还有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况看来 我认为只会造成粮食品质低劣的问题 不至于到有饥荒问题 换言之你说要真有人被长期的饥饿 甚至或饿死 这个不太容易 就是过去的1960年 那三年的大饥荒情况不会再发生 那他现在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呢 因为他们经常由于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会产生封城 而且他会有局部的省份的确实因为 比如说水灾啦 或者是虫害啦 再加上疫情的关系 所以会有特别缺粮的情况 那还有一个值得提出是说 因为他们常常有官吏啊 上下其手 那么这里特别还要做另外一个提出是 中国的囤粮呢 几乎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所以这个囤粮如果一个不小心呢 没囤好 那有可能局部的省份呢 反而囤的太多 但是某些省份呢 反而粮不够 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会提出来的原因 因为毕竟呢 这个整个中国太大 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管得清楚 2000多个县市啊 到底哪个地方 粮存多少 所以他们必须把它特别紧实的提出来 因为一旦缺粮 万一有任何的饥荒 或者是部分的谣言出现 它都会造成它的政权不稳定 所以话说回来 它说要保这个整个粮的稳定呢 关键是在 怕万一有饥荒的谣言 会造成政权上的不稳定 不过你加一点点 感觉让习近平特别在 在人大会议上面提到了 中国碗要装满中国粮啊 所以不过这个粮食危机在目前整个中国这种经济发展下不可思议啊 本来我是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目前的中国现在的现状跟它的经济实力跟各方面来讲啊 粮食短缺或者是粮食危机是这个更不要谈所谓你刚才提到的之前的这个饥荒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习近平也点出了重点是不是 因为啊我们从之前有一个盛传在媒体里面 在谈了好几个礼拜的所谓徐州的铁链女的事件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局部的地区啊 会处于中央政府其实很难管辖的地方 我老实说这种丑闻呢 江苏省的这个省委办公室绝对是不乐于见到 或者是徐州市委那边也不可能乐于见到 那对于中国的国家更不可能乐于见到 可是它偏偏就发生了 而且呢它发生的绝对不止一个承诺 因为他们有一个大规模的统计 在1986年呢就已经至少知道每一年呢 因为啊这个特殊原因呢 造成这个男生过多女生不足 然后很多人口买卖的这种情况 发生在局部省市或者是局部村落里面 而造成人口被贩卖 大概一年是超过十万以上 所以有比较夸张的这个 或者惊人的数字是到百万 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 都不会是一个国家级的政府所乐见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说 我喜欢我自己这个国家内部有人口买卖 可是它就是会发生 那徐州那个铁烈女呢 那个女士呢 她已经是总共生了八个孩子 而且她是被练起来 而且牙齿都生了没几颗 并且呢显然到了很多的灵月 这个事情已经盛销成上 那以这样的事情呢 居然是在江苏这么负数的省里面 好我就以这样的例子 你如果你要把它放在两时的问题来说 有没有可能许多的县市 或者比较三级的 或者是第四阶级的 或者是一些村落 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答案是肯定是会有 那特别是水患的事情啊 我举一个 我们认为 这个应该是已经很核心的地带 不会发生的地方 最明显就叫河南 照理说河南是习近平直接管辖的地方 不应该发生才对 对不起 它也会发生 再举第二个地方 浙江 浙江是极其富足的地方 照理说浙江应该不可能有任何地方会发生 错了 浙江局部的县 或者局部的小村里面也可能会发生 那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它的屯粮分配不均 以及它的输送地带呢 没有办法有效的到了末梢 可能问题是在这啊 它即便是到第四级的这种小县城啊 它人口可能都不少 它一旦绕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几万人 几万人一绕起来 看起来都是很大 而且那个维稳的成本呢 都会变得非常巨大 还有它的网路上都会迅速 有各种流传 尤其是如果缺粮食的时候 一旦流言兴起 那真是不得了 那再加上是 现在这个局面里面 它是最怕有动荡 尤其是在换界的过程里面 怎么可以允许再有粮食问题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徐州这个案例是 大家千方百计要让它赶快消灭 最可能就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那如果再来一个 有粮荒问题的话 那大家是更不得了 那我摆明的说 其实现在已经有粮荒问题了 已经有局部的县 局部的村 已经有粮荒问题 而且这个所谓的局部呢 一定不小于一百处 那如果它泛滥开来的话 那可不得了 所以它明白在两会提出来 就是要把这个情况赶快给止血 赶快让每个地方至少能够该吃饱的吃饱 这种情况 如果稍微蔓延个一个月 那不得了 那个鸡鸣呢 就立刻闹上去了 而且天慢慢变热了 所有历来的这个粮荒所造成的灾难 都是在春夏之交开始产生的 因为冬天开始过去了 好 那如果后面真发生了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认为会发生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目前为止 尤其是第三级第四级的这种 城镇跟小城市啊 其实还是一个经常中央政府 甚至是省政府都没有办法直接管辖到了末梢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位这个化学系的教授的女儿 被徐州那边掳去啊 然后徐州那边的村长硬要他 缴两千块钱的钱啊 不然不让他把女儿给带回去 这就是一个明晃晃的例子啊 就是省政府进场关于都没有办法 遏止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坏性 那明明是他的女儿啊 凭什么他被被人家掳去 他还要花钱再去把他给现场给买回来呢 这没有道理了 但这个事情就真的是发生了 而且被报道了 不过这个冬奥刚结束啊 北京冬奥刚结束 那也算是平和落幕了 也被让北京保住一个颠面 不过习近平跟普京在冬奥开幕的时候 签订了一项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 所谓战略合作的一个协议啊 这个协议也让这个美国跟欧洲啊 跟这个西方国家非常的警觉 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以及到现在两会为止 还有乌克兰战事的爆发 这一段时间就过去这将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啊 市局变化非常大 所以你觉得中国签署的那样非常庞大的一个这个战略合作协定啊 到底西方看到了什么东西 首先啊我要讲的是包含中国本身啊 他所代表的媒体呢 我就不点名了 几个最著名的代表媒体呢 他其实都有派驻外的记者 这个代表媒体呢 他们在过去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解释呢 是摇摆的 但是到了最近呢 他开始定调了 就是极度的倾向于俄罗斯 那这个倾向于俄罗斯 是从什么时候之后呢 就从习近平和普京 他有私下的协约 特别是南瓜长把他整个爆掉之后 这个事情就变成定调 好 这个事情定调就是说 他已经没有办法闪躲 他就被定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于是啊 大家下个问题就是说 那到底中国对于俄罗斯 在这次的行动里面呢 金元了多少钱 我想这个数字呢 猜是没有意义的 肯定呢 是不会是太小的数字 可是有另外一个关键 就是关于什么时候动手的参名 因为原来普京呢 是要在之前动手 那这个之前动手 看起来普京是有些勒索的嫌疑 因为他只要一动手 那中国的冬奥呢 就大家不看啊 都把电子台转过去看普京啊 果然普京一天都不浪费的 表示说他是玩真的 冬奥一结束 他二话不说 立刻就开动了 那么一开始呢 当然北京政府那边是 表示他们不知道 这件事呢不熟悉 是观察的 可是后来呢 所有的资料渐渐曝光 那大家发现说 原来不但知道 而且他所有进行的版本呢 都已经是经过讨论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西方媒体也好 或者是香港的 或者是大陆的主要媒体 都说了一个重要的版本 就是原来普京是打算四天就结束 这整个所有军事行动 所谓结束所有军事行动 就是把乌克兰变成是俄罗斯的蜀国化 这所谓蜀国就是整个军事 完全由俄罗斯所主宰 换言之乌克兰的领袖 很可能就变成由俄罗斯来直接任命了 可是戏码没有按这样来演出 现在呢已经进行另类的加赛局了 就变成是延长赛 两边呢都已经互相擦股在里面了 而且情况也做了另外一个改变 最明显是德国 本来德国呢只愿意援助五千顶钢盔 现在德国呢 稍微多做了许多的动作 但德国这个动作仍然不敢太大 因为毕竟还有太大量的天然气是来自于俄罗斯 那么现在大概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值的观察点 就是说所谓的Sweet的这个 把大部分的俄罗斯的银行给逐出去的这个观察点呢 或者说所谓金融制裁 是不是对俄罗斯的围困乌克兰有效 这点大家都很想知道 那其实后面隐含的就是说 以后如果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被任何一个极权国家 做这样的侵略动作的时候 大家都继续比照办理的话 那能不能就任何一个其他民主国家 话再说白一点 其实如果乌克兰完毕了以后 乌克兰没效 那是不是下一次他可以继续对波兰也这样干 或者对波罗地亚赛兰国也这样干 或者是对芬兰也这样干 是一个一个继续这样干 然后你继续做可能没有效的金融制裁 还是说你这么一做有效了 从此乌克兰获救了 然后其他几个国家都不会被做比照办理 这件事情显然是大家在看 但是既然是还在看 就表示直到2022年3月8号 其实对相对来说 对俄罗斯显然是不太有效的 那大家一定会问 为什么会没有效 大家很简单 首先俄罗斯他自己产石油 他自己产石油 而且是世界第二大石油产国 第二大输出国 那他就不会没有油 也不会断电 而且他自己又输出这个天然气 所以他有油有天然气 他自己就生产国 你没办法断他的油跟天然气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他的粮食 他也是重要生产国 我们刚才房总编就已经提到了 小麦是他很重要由他所生产 虽然乌克兰也是重要生产国 但别忘了他自己也是生产国 所以呢 军队他也不会没吃的 有小麦有石油 有电有水又有天然气 你这时候就算把他的货币贬值再贬值 你把他的银行体系那300个本来在SWITER里面 你把他踢到剩下10%在里面 他还是可以暂时不理你 这个影响力不会立刻出现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他今天不采油不采天然气 或者粮食不够 你只要断他的一天的油 那好就哇哇叫 这一点我特别提出来 这一点是当时这个1940年代 中国跟日本作战 跟现在的乌克兰跟俄罗斯作战 是绝对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 当时候日本为什么去偷袭珍珠港 这和日本本身不采油有很大的关系 对不起 俄罗斯可是采油的 所以哪俄罗斯去打乌克兰这些事情 去对比于中国当时和日本那时候的多联抗战 这个是完全不适合的这个类比 他也不会以那个方式发生 也不会以那个结局的剧本来一一的展开 这最关键的就是 日本根本不采油有没有采天然气 好那回扩头来既然是这样 那这个版本到底会怎么走呢 因为不是四天的版本吗 那该会是什么版本呢 请大家看一件事情 俄罗斯他现在做的动作是什么 他已经他已经把两千多个 直到2022年的3月7号8号左右 他已经把东乌克兰 两千多个相关的乌克兰居士基地给干掉 所谓的干掉就是让他不能够正常运作 这个动作就是他一定程度先瘫痪乌克兰的很多军事力量 我们至少确定一件事情 乌克兰他本来的空军的排名也在前25名以内 虽然不是太强 但是至少不是完全一无所用 可是大约是我们可以看到在3月5号之前 2022年3月5号之前 他的空军就已经绝对的停换了 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 凭什么俄罗斯的坦克 长达64公里停在那个地方 你干嘛不派飞机把他给炸一炸呢 根本就已经起飞不了了 他的飞机早就起飞不了了 虽然他的空军力量远不及于台湾 可是也不是完全不能动啊 但对不起 俄罗斯那边四天没有完成没有错 但是他已经把所有他可能可以起飞的空军力 都把他停摆了 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这个地涅薄河的东边跟西边 有关键上的差别 所谓的东边主要就是重要的工业基础 而西边主要是农业基础 你注意看 这个普京他主要关键是在这个东边 那他做这个动作并不只是要找一个人来当他小弟 普京的大脑没这么简单 他是要把这个工业基础重新纳回去俄罗斯 换言之这个基础和这整个第六共和 移动了这整个工业技术 对于俄罗斯要继续作为一个军事大国 是为关键 有很多关键的技术也在乌克兰 我认为这件事情呢 在最近的许多媒体里面 好像是刻意的忽略 因为这些关键技术呢 如果由俄罗斯控制 或者是由乌克兰加入欧盟所控制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这就已经不是你到底要不要加入北约的问题 而是谁控制这些工业生产 谁控制这些重要的工业基础 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 好那你看 普京有没有用大规模轰炸的方式 去对地涅泊河移动 也没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这些基础 所以他把它轰炸掉 这些基础不就等于没了吗 所以他所轰炸瘫痪的是 不让对方有良好的攻击基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乌克兰 他们主要就变成是巷战游击战为主 他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发动攻击 所以长远的来说 你当然可以说乌克兰可以继续发动好几年的攻击 或者是他还有三千多万的人继续不屈不劳抵抗 这件事情你完全是可以这么说 所以有五百万的人可能移到欧洲各国去 这也都可以说 但是如果从普京他所要的基础来说 普京他要的就是这些工业基础 于是你再看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基辅 他对于基辅有没有狂风滥炸 没有 他是缓慢的把他包围 另外他还做了几个动作 是把几个关键的电厂也做了控制 这意思是他要拿下这一切的工业发电等等 他不是要把他毁掉 所以从这样来看 普京他是进入了另外他的B计划 这个B计划是他如何稍微用更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仍然的有效的拿了过去整个前苏联 最重要的工业跟工业技术的核心心脏力带 OK 不过从2月24号到现在两个礼拜的这个俄乌战 当然你刚才点出了很多这个习近平跟普京 还有普京背后在思索 怎么样一个所谓的恢复过去苏联时代的这个 荣景的一些背后的目的 真正要入侵的目的 那在战争前 法国和德国试图做一些外交斡旋 当然是已经使过境迹了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